斩柴的李定和打鱼的张沙 两个人拗了轮又笑了一阵 就准备分手 李定说张兄 老实跟你说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暂时复和 行船走马三分险 你老哥真的要保重 你放心 我和弟弟不同 我好稳定 万无一失 你有什么这么大把握 老朋友我先告诉你 长安城里有个尖挂先生 我每天送一条金色的鲤鱼给他 他就和我尖挂 我照着他说的地方去落网 忙忙都满在如虾 今日我又送一条金鲤鱼给他 他教我明天 在荆河湾头东边落网 西岸来抛勾 实是满在而归的了 明天我买了鱼去买酒 再去跟老兄你喝几杯 两个人约好就分手了 这两位自以为 与世无争不惹不惹是非的人 偏偏就惹了一场霓天大祸 搞到长安城满城风雨 原来他两个聊天 就被秦河夜叉听到 夜叉就放湿湿地去报给敬河龙王听 龙王一听到长安城内有个尖挂先生 居然教人落网百无一失的 那怎么把水族都给他续清光 于是就发火拿着宝剑要入城 劈了个尖挂先生 底下那帮龙子龙孙虾神海将 执与军师 李与太尉一起来启奏 大王息怒 常言到过意之言不可听信 大王你入城 必定有魂雨根重 长安城突然翻大风落大雨 一定会惊动百姓 那会引起上天责怪的 不如大王改装出去 变成个秀彩 微服出友 到长安城内访问一番 如果确有歧视在家 情处都未迟 万一没有这种事 岂非冤枉他一条人命 龙王听完也觉得有理 制低了一把宝剑 也不回魂龙雨 就静静上岸 摇身一扁 变成个白衣兽士 斯文淡定地来到长安城西门大街 一直去到尖挂卖博那里 抬头一望 有个招牌挂着 神货先生 袁守成 原来这个非是等闲之辈 他说当朝阴天监 台正先生 袁天江的叔父 袁守成 这位老先生 果然生得上貌稀奇 易容清授 不怪他名阳大国 述观长安 龙王就进去 袁守成就请他上座 同志来献查 请问国下想问些什么事呢 我想颇天上 阴情如何 尖挂先生就抽了支签 哦 云迷山顶 毛罩临梢 若尖预露 准在明朝 明天就实有雨 哦 这么准 那什么时候落 落多少尺寸呢 神早天阴 上午行旅 正正中午落雨 下周雨停 共得三尺三寸零八里 哈哈哈哈 神仙都没你这么准 连雨量多少 分离都算足 几时落雨 几时停 都算得刚好 好好好 一言为定 如果明天照你这么说 依时下雨雨量落足 我就奉上黄金五十两来搭借 如果没有呢 或者落不够雨量 不安时辰落 那我就老实不客气 到时我打烂你门口 拆你的招牌 即使将你赶出长安 然后不准你一举妖言画诵 怎么样 呵呵 一定任从尊便 请啊请啊 明日雨后再来 龙王就回到水晶宫 对着一群大小水神 说起尖挂先生这件事 一群水族就卡卡声笑 大王是八河都总管 施语大龙神 有雨没雨都归大王管 大王都未定明天下雨 他居然说明天有雨下 下多少都知道 哎呀那些尖挂算命 那把嘴真的说大话 不用本 大王大王 明天拆了腰牌 赶他走就是了 于是龙王龙子龙孙 一路到虾兵蟹仗 都笑到不亦乐乎 突然间 半空一声呼吓 惊何龙王摘子 一个金衣力士 手捧玉帝的圣子 直奔水晶宫来 吓到龙王之客宿 整衣冠墳摘子 拆过来一看 当堂成个傻傻 原来圣子上面写着 斥命八何种 驱雷制建行 明朝思雨宅 土制长安城 欲皇大帝突然间 下令落雨 落雨时辰和素木 跟我尖挂先生说的 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所以将龙王 吓到魂飞拍散 哀声叹气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哎呀 想不到世上有 这么灵验的尖挂先生 他真是通天切地 那我就实输 实输的了 五十两黄金的小事 只是面子难落的嘛 那个执宇军师 就在启咒 大王你放心啦 要赢他用什么意义 才行的 神有小计 包保封着他那把嘴 他实输定 怎样怎样呢 你有何妙计呢 哎呀大王 下雨下多少 何时下落 下多久 全部都归大王 你管的嘛 你下池的时候 下雨下多少 下雨下多少 那么到时就赶他出长安了事啦 龙王就听信了他的说话 第二天 调遣风白雷公 云同电舞 一起到长安城 九霄上空 龙王就特意拖持了一个时辰 落少了滴滴这么多 少了三寸八里鱼 好了 等到雨过天晴 他就按下云头 又变回白衣寿 一直就去到西门大街 撞入元首城那间尖挂舖 一日到就不容分说 打烂铺面 扯下招牌 向他家屎踢烂 连茶壶茶杯墨 也打烂买 知那个尖挂先生 坐在椅上 动都不动 龙王本来想被威风的看 吓一下他 谁知见他这么淡定 龙王就更加火气 就拿起一块门板 想打过来 哼 你这个妖言或中迷惑人心 今天家伙 尖挂不灵 出口荒谬 你说今天下雨 时辰点数都没有一样 还这么厚着面皮 在那里赶死坐 我只见你年老不打你 你立刻给我滚出长安 我免你死罪 我没有死罪 我就怕你倒有个死罪 你骗得别人 你骗得别人 你焉能门得过我 你不是收视 你是敬河龙王 违背欲帝圣旨 改了时辰 黑了雨量 你犯下天条 斩龙台上难免一刀 你还在罵我 龙王一听 当堂无骨耸然 全身出冷汗 立刻掉开门板 伤失下跪 先生 先生 你幽见怪 我本来想弃弄先生 怎知弄假成真 果然违犯天条 望先生救我一命 如果不是我含冤死气 我死都不放过你 我救不了你了 我只能够指一条路 给你走 明天五时三刻 玉帝派当今 丞相 魏精来斩你 你如果想留一条命 你就立刻去求当今的皇上 求他跟你讲个人情 就可以保保你无事 龙王就拜谢先生 一壳眼泪地离开 那时已经红日西沉 暮色苍茫 京河龙王已经心方意念 连水晶宫都不回去 就在半空中等候 一直等到指示前后 他就入到皇宫 唐太宗已经奋约了 突然间发过梦 梦见到花园散步 突然间龙王变成一个人 跪在唐王面前 陛下陛下 求陛下打救我 你是什么人 你什么事都求朕 朕当然可以救你的 陛下是真龙 神是犯罪的业龙 犯了天条 陛下的言神 魏精神上来处斩我 故事求陛下救神一命 哦 这样就可以 由魏精处斩 朕当然可以救你 你放心回去 于是 京河龙王就高高兴兴地 扣头借恩回水晶宫 龙王走了之后 唐太宗就醒了 啊 这个梦 挺怪的 所以他就记在心上 那时已经五更三点 皇帝上朝 聚集两班文武大臣 唐太宗就左望右望 咦 真是不见了个魏精丞相 唐皇立刻召开国功臣 徐世纪上殿 就将昨晚梦中之事 告诉他 徐世纪就说 这个梦就好像真的 既然是这样 不如召魏精上殿 陛下不要放他出门 过了一天就可以打救 梦中的龙王 于是唐皇立刻传子 宣魏精上殿 原来那个魏精丞相 昨晚在上府夜观天掌 忽然间 天上的仙官到来 守仿玉王大帝的圣子一道 要他五时三刻 斩敬河龙王 魏精丞相就借过天恩 齋戒沐浴 在府中等候 所以就未曾入朝建家 谁知现在突然 皇帝叫他 又不敢违抗天命 就立刻入朝 叩头请罪 唐皇当然借免他的罪 那时候 整班大臣还没推朝 皇帝就提前卷念推朝 只是单独留着魏精 还叫他进里面来谈谈 先而论下 安邦定国 治天下的大事 然后叫人拿副棋出来 要跟魏精组棋 唐太宗一心想救龙王 所以整半天都不走一步棋 他想拖着魏精 不让他走 一直逐到五时三刻 残局未了 忽然间魏精 瀑在桌上睡着了 唐太宗见到这个老臣 为了国家大事 日夜操劳 年纪这么大都不肯休息 所以才会搞到今天这么疲劳 所以就不想吵醒他 有得他多休息一阵 过了一阵间 魏精醒了 见到皇帝坐在对面 等着自己走棋 迟刻起身 叩头认错 神该万死 神该万死 刚才突然间睡着了 不知所谓 妄逼下奢臣 态万皇上之罪 言兴何罪之有 起床 起床 好了 刚才那盘残棋 算和过去了 现在我和你再续一步 魏精借恩以后 摆好棋局 刚刚拿着棋 准备督出波河 忽然间听到门外大夫小叫 原来大将军 秦叔宝 徐茂公 拿着一只血淋淋的龙头 放在皇帝面前 闭下 闭下 真是奇事 海姑石烂 还说有见过 这种事连听都没听闻过 太宗和魏精连忙起身追问 什么事 刚才在千步狼南边 十字街头 突然跟天上落下这只龙头 现在长安城里议论纷纷 故事微神不敢怠慢 立即前来稳咒 唐太宗我听到 当堂就疾了 只问魏精 到底什么事 魏精就叩头报上 是神刚才梦中所斩的叶龙 啊 言兄你刚才还和朕逐棋 在岸上扑了阵 又没有动到刀枪 怎么会斩掉这条龙呢 是这样的 主公 我身在军前 梦离陛下 一边逐残棋 一边在蒙龙之间离开 陛下去斩龙台上 将这条叶龙斩首 伏使龙头落地 唐太宗一听 他心又欢喜 自有心伤 原来魏精 确是一位炎梁之士 执法如山 连玉皇大帝都重用他 朝中有这样的英雄浩杰 又何愁江山不稳呢 只想到梦中曾经许下 要搭救龙王 现在保不住他一条命 所以心伤 只要打起精神 全子叫秦叔宝 将龙头悬挂史草 出榜安吻 一边又重赏魏精 当晚唐太宗 回到入宫中 就觉得心中烦闷 想起梦中的龙王 哭哭啼啼地 哀求救他一命 却一知都救他不了 他变成无头之鬼 又想到自己曾经答应过 皇帝开金口 说过就算了 如今失信于鬼神 谁于心不安 整晚都睡不着 到了半夜二更时分 刚刚睡着眼 朦朦朦朦朦听到 宫门外面有提哭哀号之声 太宗就越加惊慌 突然间见到 京河龙王捧着血淋淋的龙头 大声在说 唐太宗 唐太宗 你还回我 你还回我 你昨晚晚口答应我 救我 为什么天光阵反而派魏精来赞我 你出来 你出来 我和你炎黄殿平你 一扯就扯着唐太宗 唐太宗一句话都说不出 叛死这么挣扎 搞到满身流汗 整个人远晒云倒在地 那时只见正男上空 香云寥寥彩暮飘飘 有一位女真人在上边 将羊柳之一匹 那个断头的龙王 就卑卑切切地向西北方走去了 原来天上的 就是观世音菩萨 他领了佛子上东土 找取经人 现在住在土地庙中 半夜听到鬼音神号 特意赶来喝退这只叶龙来解救唐太宗 那只无头的龙王 一直就去到阴师地府告葬去了 唐太宗一醒了 就大声喊 有鬼啊 有鬼啊 吓到三公皇后 陆远奔飞 随身太监 失晒云一晚都没睡 五更三点 半朝文武 都等着皇帝上朝 等到天亮都没见 个个个心就打凸 一直等到日上三干 才有旨意出来说 皇上欠安 纵观免朝 不过又过了几日了 都还没见皇帝上朝 大臣就担忧了 不知唐太宗出了什么事 就想撞开大门进去见价问安 只见太后有子 召医官入宫用药 但是还在朝门说等候消息 一会儿医官出来就围着他问 医官说 皇上的默契不正 五臟无弃 又狂言见鬼 恐怕不过得这几日了 众大臣听说 个个大惊失色手足无措 正在这个时候又听到唐太宗有指 孙徐茂公 护国公 屈池公三个进去见价 三个人就急急忙忙赶进去 唐太宗建虚入到来 就勉强支撑着起身 对他们说 延兄呀 寡人十九岁大兵 南征北战 都未曾遇见过半点邪魔鬼祟 怎么知今日反而见鬼 屈池公就说 闭客 创立江山杀人无数 还怕什么鬼 贤兄 你不知道 朕这间寝室门外 这几晚一到入夜 就有人抛砖扔牙 鬼呼龙号 十分得人怕 日头游自河 到晚上实在难熬 胡国公秦宿宝就说 陛下你放心 今晚神与敬德两个人把守宫门 看他什么鬼谁的 当晚两个人就全套披挂 插着铜金瓜 降月虎 这两个都是开国元婚 沙场老将来的 一边站在门前 动都不动 真是正气堂堂 威风凉凉 横眉怒目 杀气冲天 别说鬼都怕了他 就算严皇撞政 他都要屈怒来行 于是一夜平安无事 唐太宗才睡一晚好觉 一年几晚 两位将军都守在门外 知道唐太宗虽然睡得好些 又不思茶饭 病情仍然日中一日 太宗又不忍心见那两个老将 每晚站到天亮 所以他就传指 叫画画的明家 将两位将军的真容画出来 贴在门上 让他们两个不用那么辛苦 可以休息一下 果然 贴在门上以后 当晚也一夜平安 又过了两三日 前门无事 之后门又吵闹不休 一到夜晚 冰冰冰冰冰 尊牙乱响 又是鬼哭神叫 徐茂公就对皇上说 不如由魏精成商来 把守后门 那个魏精虽然是年纪老迈 知他精神斗手 老当益壮 拿着那支斩龙宝剑 站在后门上 圆灯两眼 左望右望 这个又是了不得的人物 龙王他都敢斩 哪个邪神恶鬼不怕了他 所以 宫中就平安无事 不过 皇帝的病 没有好转 反而一日沉重 太后就传子 招集众神来到 商议皇帝的桑葬后事 唐太宗 自己知道危在弹直 命不久矣 就叫徐茂公来到藏钱 拉着他手来到吩咐国家大使 就好像当年三国汉属主流鼻 逐负诸葛亮一样 吩咐完了 就沐浴更衣 等候时辰到来 旁边的魏精一扯就扯着龙衣启咒 陛下安心 神有办法 保保陛下长生 太宗长叹一声 哈哈 成你有这样的美意 朕已经病入高方 天命已尽 如何保保得住 陛下 神有一封书信 陛下可以带到阴间 交给判官吹角 那就可以了 吹角是何人 他是太上先皇的价前大臣 他在生的时候 和微臣有八拜之交 结为兄弟 十分心交 他死后在阴师主管 生死文保 做判官 神梦中用时常和他相会 陛下如果将书信交给他 他一定会念在微臣的博脸 会将陛下放回来 太宗听完 将书信放入龙袍的袖口 跟着就眉上双眼死了 太宗的魂魄 渺渺茫茫的去到五凤楼前 见到御林军马 前来请大驾出朝狩猎 太宗就立刻跟着去 走了很久了 怎么不见了徐从军马 只剩下一个人 一望周围是荒山野岭 唐太宗就心惊 周围想找路出去 只见远远在路边 先有个人在大声喊 大堂皇帝来这边啊 这边啊 太宗跟着就走过去 一看这个官 头戴乌纱帽 身着裸袍 脚蹬一双白底黑鞋 拿着本生死宝 奔发蓬松胡桑飞帽 一见到太宗就跪在路旁 陛下恕臣失怨形 你是何人 为什么事前就知道朕会来这里呢 微臣在半月前 在心罗殿上 见荆河龙王告陛下 说陛下失信用 答应了救他 怎么知道事后又派人杀了他 故此第一见秦广王就请陛下来 要三曹对案 微臣知道之后 就来此等候 谁知道今天来迟了 望书罪书罪 你姓心名谁是担任什么官职 微臣在世时 曾经事后先王嫁前 姓崔明国 如今在阴师地府 做封都掌案盘官 唐太宗一听就欢喜了 立刻走向前拉着他的手 哎 先生远路 魏征城上有书信一封交给先生 现在对好相遇 跟着就在龙埔里拿出那封信来交给崔国 崔国打开来一看 原来是魏征拜托他 念在老朋友份上 求他放回唐太宗还养 崔盘官在想 魏征为人正直 斩龙这件事到处皆知 而且是一场知己 现在他还照顾着自己的子孙后代 既然有信来相托 当然要帮他了 所以他对唐太宗说 陛下放心 微臣一定送陛下还阳 重登宝座 两个人讲讲下 前边一对青衣童子 拿着一对藏番宝盖 在前边大声喊 炎王有请 有请 唐太宗就跟着这一对青衣童子 走上前边 见到城门上挂了个大牌 幽冥地府鬼门关 那两个青衣童子 将藏番摇来摇去来到开路 给太宗入城 走没几步脚 路旁就见到先主李渊 那边呢 还走着两个来 一个就是死去的大哥李建成 另一个就是弟弟李元吉 这两兄弟一见到唐太宗就涌上来大声喊 世民来了 世民来了 对了对了 原来唐太宗因为做皇帝的事 几兄弟不和 故事今天阴间相见 就捉住他 要唐太宗赔命 唐太宗入到地府 已经是魂飞拍散 心惊胆跳 现在又被自己的兄弟捉住来 要打要杀 想摔都没地方摔 被他们两个捉住 幸好吹判官在后面 即刻喝一个青面獠牙的鬼桌过来 将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个赶走 唐太宗才脱得身 又走了几步脚 见到一座碧雅楼台 只见门铃一响 两只鬼桌拿着两只大蜡烛行头 后边十遍炎王一起出门来迎接 唐太宗人间清皇清帝南面之寸 只入到阴间就不同了 所以见到炎王他心惊了 一步都不敢上前 谢谢您 并且可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